小歌星杨硕有一首歌叫做《奔跑吧蜗牛》 歌词这样写道 只要你努力不放弃 笑话也会变神话 我问这只蜗牛为什么 它不肯停下只是回答 这个壳子是它的家 这首歌的歌词用来形容李子柒的生活恰如其分 作为一个草根起家的网红李子柒 为了改善自己和奶奶的生活 凭借自己的努力成功了 没招谁没惹谁 为啥就成了众多网民唾弃谩骂的攻击对象呢 为什么被央视网点名夸赞的李子柒 却遭到了越来越多人的质疑和谩骂 想要挖掘这件事情的前一后果 就要像李子柒跑土豆一样 一点点挖起 让我们听着情情的往事随风 慢慢回忆李子柒的那段成长历史吧 至于真相如何自有公论 四川绵羊风景如画 这里一年四季温差变化不大 温润的季风气候 让这里形成一块天然的沃土 适合各种农作物的生长 公元前2001年 汉高祖刘邦曾经在这里建立广汉郡 正所谓人杰地灵 从古至今 四川这个地方算得上人才辈出了 古代有大鱼 诸葛亮 苏东坡 李白等雄才伟劣之人 现代有李宇春 李湘 谢娜等娱乐圈明星 1990年 李子柒出生在这个风景优美的地方 天时地利人和当中 他先占了一个地利 李子柒的本名叫李佳佳 后来成为网红之后 改了名字 建立了自己的品牌 据李子柒所说 童年时父母离婚 继母苛待于他 所以爷爷奶奶将他接回绵阳老家居住 四川那边盛产竹子 李爷爷又是一个心灵手巧的人 不仅会编织各种竹器 而且浓活样样精通 除此之外 李爷爷还曾经做过厨师 饭菜做的也很好吃 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的李子柒 耳濡目染 跟爷爷学会了不少实用的小本事 却没想到某一天派上了大用场 从这一点来看 他又占了一个人和 正因为靠山吃山 爷爷的一双妙手 撑起了家里所有的经济来源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 李子柒11岁那年 爷爷去世了 在此之后的数年间 家里一直过着捉襟见肘的生活 2004年 草根少女李子柒终于出落成 亭亭玉丽的少女 为了改善家里的生活 照顾好年迈的奶奶 14岁的李子柒跑到城里打工赚钱 因为年龄太小 有些老板根本不敢雇佣同工 所以他只能够打一些零工 勉强维持生计 日子虽然过得苦了些 但是每个月300元的工资即使不多 却也能够勉强帮他跟奶奶度过难关了 手里有了一些钱 李子柒渐渐地开始接触自己喜欢的事情 在此期间 他迷上了音乐 2009年 19岁的李子柒 在酒吧找了一份打碟的工作 这份工作以及平台 对于他来说 是一个增长新本事的培养器 2012年由于奶奶病重 李子柒只能放弃城里的工作 回到家乡照顾奶奶 为了留在家里也不耽误赚钱 他在淘宝上面开了个小店铺 最初的时候生意不好 后来在弟弟的建议下 他开始琢磨做宣传 刚开始的时候 他拍了一些无厘头的小视频 但是效果并不好 后来他想到 不如就地取材 拍一些自己擅长的事情 作为视频的输出内容 或许人们会喜欢 那么什么是李子柒擅长做的事情呢 做饭干农活 这些从小跟爷爷学会的小本事 这个时候派上了大用场 或许是在天上的爷爷庇佑他吧 没想到这个想法 很快就让他尝到了甜头 于是他又占了一个天时 天时地利人和全都具备了 后来发生的事情 向着一个越来越好的方向 一路狂奔 2015年25岁的李子柒 开始以自导自拍的方式 创作以古风美食为主题的输出视频 没想到小有收获 这让他坚定了信心 越来越精益求精 他花了一年的时间 去研究古代人制作文房四宝的过程 然后再进行创作 还原这个制作工艺 在此之后 他又拍摄了古法手工制作黄豆酱的过程 而且还凭借一己之力 搭了一个木制的球签架子 为了呈现出最好的效果 他效仿明星的包装 给自己包装成古装美人的造型 为了让视频呈现出整体的美感 他拍了将近200个视频 作为被选 扇出影像不好看的 将最美丽的片段剪辑下来进行制作 2016年 李子柒成为新浪微博新作者 扶植计划的受益者之一 同年的三月份 他拍摄的桃花酒视频 在美拍上得到了广泛关注 但是因为画面模糊 因此得到了业内人士的提醒 意识到这个问题后 他向美拍达人密码大叔 虚心请教 正所谓冰玉山骑士 必先立其器 李子柒买了一个单反相机 经过一个月的用心学习 他拍摄制作的樱桃酒短视频 在网络上引起轰动 甚至获得了某视频平台 CEO的点赞 于是他成为既有小酒可卖 又有故事可讲的小名人 同年11月天气转凉 李子柒想制作一期兰州拉面的视频 为了呈现出最地道的制作过程 他还特意跑到兰州 拜师学艺 花了一个月的时间 终于将这门手艺学到了 这期视频在全网播出后 播放量达到了5000万 点赞数超过了60万 在此之后 一位神秘的L先生出现了 他主动找到李子柒 声明自己不仅有公司 而且还跟新浪微博总部 有深度合作 但是李子柒的第一反应 却是怀疑 对方是个网络骗子 所以李子柒根本没有在意这件事 没想到没过多久 这位L先生主动找上门来 两个人见了面 验证了身份 李子柒这才相信 这件事情的真实性 正如曹雪芹 在《红楼梦》中写的那首诗 好风凭借力 送我上青云 李子柒有了大平台的扶植 发展得越来越好 专业人做专业事 有了合作人的指点 2017年4月份 李子柒制作的秋千价短视频 全网播放量达到了8000万 李子柒成了全国关注的网络红人 每天找她的广告商 九几十个 然而人红是非多 数大必招风 与此同时 攻击她造假的舆论 从看不见的网络 四面八方 分拥而至 有人说她挖的土豆 不是自家地里种的 是从市场买回来的 因为有网友看到 她视频里有几个土豆不新鲜 有人说她凭借一己之力 不可能搭出秋千价 有人说她卖的自制黄豆酱 不好吃 有受假的嫌疑 还有人说她家里地好神奇 为什么啥都能种 有人说她的成功 是依靠团队的结果 跟她本人的努力 没有半毛钱关系 面对这些质疑 最初的时候 李子柒很耐心的 一一做出回应 并且给出了解释 但是越是这样 新的问题与质疑又接踵而来 李子柒每次解释这些问题的时候 奶奶都很担心 为了不让这些言论 影响到奶奶的心情 同年的五月份 李子柒暂停了更新视频的创作 当上帝关闭了你的一扇门 必然会为你打开一扇窗 杨幂曾经说过一句话 骂你的人都是草船借来的箭 你就等着东风吹的时候再说吧 同年7月 李子柒与杭州的一家公司联合成立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公司 李子柒拥有49%的股份 她不再仅仅是一个网红的身份了 她拥有了一个属于自己发展的平台 最重要的是 这一次她才真正拥有了专业的团队 2018年1月 李子柒在海外视频YouTube平台发布的多个视频作品 粉丝数量超过了100万 国外网友对她的评价是来自东方的神秘力量 同年8月 李子柒的天猫旗舰店正式营业 2019年 李子柒又获得了新的荣誉 她成为了成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推广大使 李子柒的事迹获得了人民日报 央视新闻的高度赞扬 中央电视台也对她的事迹给予了高度肯定 2020年 李子柒又有了新发展的方向 她在柳州创办了螺丝粉工厂 开始干起了实业 如今的李子柒 她的粉丝不仅遍布全国各地 海外的粉丝数量也相当惊人 据不完全统计 她的粉丝数量已经超过了2000万 然而 质疑她的声音依旧此起彼伏 从来没有停止过 或者对于她来说 每一次的风雨交加 都是让她不断提升自己的动力吧